台灣的住宿已經貴到 我覺得沒有負擔這樣子 出國玩比較便宜 住宿的部分 很多飯店因為缺工的問題 開放五層六層的房間來賣 再稍微調高一點 來補足這個空房的一個利潤 這個高低絕對數字本身不是重點 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錢 有沒有值得 蔚藍的海岸奇特的岩石 這裡是從高雄搭船 只需要20分鐘就能抵達的小琉球 過去連續假期常人滿為患 今年春節卻冷清清 把頭沒有大排長龍 街道也是空蕩蕩 島上只有零星遊客 盤觀桃園街場大廳擠滿出國人潮 不如其實去日本或什麼之類的 就跟國內旅遊的價格差不多 國內旅遊的價格 已經逼近出國旅遊的價格了 那如果價格差不多的話 寧願選擇出國 民眾普遍認為 國旅貴在住宿費太高 飯店住一晚動輒萬元起跳 難道台灣人真的窮到只能出國玩 他開交通部數據顯示 2023上半年觀光旅館業 平均房價4618元 比2022年同期多了572元 漲幅超過14% 旅館業2647元 比2022年同期相比多了198元 民宿則是從2500元漲到2536元 比疫情前還要貴 人力的成本是浮動的 因為一定是我們的薪資一定是慢慢的在調漲 然後餐飲的部分也有可以感受到 原本的這些價格可能現在要再漲 可能近兩到三成才可以買到一樣的品質 對觀光飯店來說 人力通常佔總成本的五成 三成則是食材等原物料 其餘的兩成則是硬體設備的保養與更新 不過基本月薪調幅約4% 原物料對飯店業者的漲幅約6% 觀光飯店卻足足漲超過14% 像電費我記得已經調了兩次 兩次就已經快接近四十幾%了 今年又要再做調整 觀光旅館工會秘書長卓慶惠表示 由於該產業隸屬於交通部不屬於經濟部 因此水電費沒列在六大動漲產業中 實在很傷 通膨再加上水電費基本工資 其實比疫情前應該漲了50%有 但他也坦言房價的調漲 除了因應人力和通貨膨漲外 也是要補足沒賣出去的空房缺口 主要是因為疫情後 很多飯店因為缺工的問題 沒有多餘的Housekeeping可以去掃房 我可能就是開放五層六層的房間來賣 剩下的空房 我還是必須要有一個收入 有開放的房間的房價 再稍微調高一點 來補足這個空房的一個利潤 但即便房價上漲 觀光飯店2023年1到9月的住房率 反而比2022年同期相比還要高 只比疫情前些微下滑 現在可以說是跟疫情前比較是接近持平的 我們平日的住房率有達六成以上 那假日或者是連續假日特別旺日 可能可以達八成以上 沒有下滑太多的住房率 讓上漲的房價更難以回頭 一當然是因為市場需求的問題 二也是因為我們市場的競價的一些問題 就我們華航諾富特飯店而言 我們實際上並沒有調整太多的房價 那我們可能會多一成左右的 假日加價的模式 但飯店房價不是想漲多少就漲多少 飯店必須根據營運成本品牌定位 制定出一個房價天花板 給地方觀光局備查 會用按照評數來區別它的房價 然後還有它的建造成本 設備成本 人力成本 水電成本 那些去制定這樣的一個價格 提供給光屬 那如果真的不合理 它會再請飯店業再去斟酌調整 第一點地區的不同 那第二點的部分就是說 飯店有氛圍不同的屬性 有商務的旅館 有星級的酒店 那就是單純是看它單體 它主要營運的方向是什麼 而制定價格 比如說我主要是親子客 會考察比如說雙心家庭 單心家庭 這一種他們能不能夠負擔這樣的房價 觀光飯店的投資金額 從數億到上百億元都有 業者分析在折舊與攤題後 觀光飯店大多需要至少8到9年 才能達到損益兩平 同時為了應對各種成本上漲 飯店報備給觀光局的牌價都比較高 像是諾富特報給觀光局的牌價 是8千到1萬2千3百元 不過Agoda的售價是4千6到1萬2千元左右 避免調整房價時超標 通常這個桃像都是民眾檢舉才會去查 因為畢竟台灣的飯店上萬家 所以如果你要政府單位一家一家 去這樣做落實 其實也會很辛苦 這也讓不肖業者感冒風險賭一把 在去年11月英國搖滾天團 Coldplay來高雄開演唱會時 有旅宿業者滿天喊價 不料觀光局主動稽查 隨機抽查12家中有4家違規 當中更有業者 以將近必查價格的兩倍賣房 違法業者遭罰3至5萬元 面對國旅大發觀光財 不少民眾認為出國玩還比較便宜 另外一半的人說 其實價錢的絕對值本身不是重點 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錢有沒有值得 當中有網友更PO出春節期間 去日本住溫泉旅館只花1800元 CP值超高 而且就算日本飯店在以後變貴了 不過大多都有整修 反觀台灣飯店只有漲價 但有網友持不同看法 認為出國的錢在台灣也能玩得很開心 而且東京房間又貴又小 假如你的基準都給他弄 就是廉價比廉價 平日比平日 那這些都考慮進去的話 也許日本還是稍微價錢高一些 記者實測把基準日定在3月2號 3號的普通假日地點為台北與東京 Google飯店大多落在3到5000元左右 但若要交通方便 像鄰近淺草地鐵的青年旅館 Hotel Plus Hostel 東京淺草二基礎商人房 阿哥大含稅價將近新台幣3170元 但空間僅3坪 至於台北市 臨近中正紀念堂與東門站的新陳飯店 高級雙人房阿哥大含稅價3666元 空間有6坪 林士碧認為台日飯店的總量 也是影響市場價格的因素 東京要舉辦奧運 所以之前他們其實有非常多新旅館 因為他們選擇真的很多 台灣就是因為沒有那麼多需求 所以其實不會有那麼多旅館開業 量體完全不一樣 在疫情的三年裡 國人玩遍台灣 新鮮感吞去後 即便出國貴一點 但在異文化的加持下 國旅相對缺少魅力 推出一系列的旅館 叫做歐某系列 非常非常強到在地化 它到每一個地方 你一進那個旅館 牆上一定有一個地圖 這個旅館附近有什麼好玩的 好吃的 他們會有兔網 很熟悉在地的人 然後定時帶你去玩 跟在地的一些農家 或是鄉鎮公所 去配合地方的一些節慶也好 或是一些當地的一些文物 畢竟台灣人對台灣的地理環境 太熟悉了 他可能會覺得 這好像應該的 台灣人看國旅不值得 但也有外國人念念不忘 之前有來過一次 之後現在開放了 我們就還是會回來台灣 就旅行 然後其實吃方面 什麼都很想念 我就發現有一些香港朋友 他們反而覺得台灣又近 機票便宜 有一些可以吸引他們的東西 一個旅館或一個地方 假如你抓好你的總目標 其實我想做本國人的生意就好了 或是我根本就只想做日本人的生意 我覺得你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後疫情時代 旅蘇業要賺回疫情慘培的生意 不能只靠漲價 還得找到專屬特色服務 與目標客群 才能在國旅中展露頭角